男子戴著手銬在警局裡 對老母親下跪痛哭道歉 因為他持有毒品 一天之內被警察抓了兩次 坐在媽媽身旁 不斷用衛生紙擦眼淚 男子向媽媽承諾會改過自新 原來他15號當晚 因為吸毒被原警抓到 移送地監署偵辦 結果裁缸交保 又把錢拿去買毒品 男子買完毒品 汽車沒戴安全帽被警方盤查 整個人身心慌張 左手還一直插在口袋 原警察局有意 他才坦承口袋裡有兩包毒品 又被帶回警局 母親趕到派出所 一度不想原諒 媽媽說你既然說要戒毒 已經跟我講了那麼多次 那你講了要做得到 不要講了 一而再 再而三的被抓 不能夠為了母親節 不要再那個了 後來當母親節的時候 要接給人家那一顆月 你出事了 你還給人家給人家 給你母親 還有一個月就是母親節 男子卻因為吸毒 一天被逮了兩次 傷透媽媽的心 警局下跪痛哭道歉 傷心的母親只希望 兒子的懺悔是真的 記者陳生怡 陳昭谷 高雄報導